新生南路這棟不起眼的老舊公寓 很難想像這裡曾是合同會在臺據點 不過現在早已更換商行 還有一些信件會寄 就是合同會的信件會寄到這邊 那他們是什麼時候搬走的 不知道 原本的登記地仍去樓空 不過泛黃的社團立案證書上 明白寫著中華和平統一促進會 在民國七十八年成立 被質疑只是轉為地下化 在臺灣發展在臺灣更遠 那他們背後有企圖有意識的去培植 扶植這樣的大中國意識形態 會不會成為極端主義的溫床 會不會去催生出更多的仇恨 公主拉布條高喊口號 二零一八年這群獨派青年朝蔣公 統項潑紅期表達政治訴求 今年三月美國前國務卿 龐培歐訪台所到之處 統派的抗議如影隨行 過去合同會也曾在二零一七年造訪 臺灣透過管道拜會國內包含 中華僑聯會國民黨新黨 中國統一聯盟和平統一促進會等 多個團體串聯海內外 反讀促統勢力 甚至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白狼張安樂 也曾在中國這樣高談擴論 南加州一場槍擊案掀起中國統戰勢力的真面目 政府應該提高警覺省慎應應 避免掀起更多政治仇恨 進行我們黃宣彭志華採訪報導